姑娘你意识到问题其实很严重吗 我们笑归笑说归说啊 我感觉不严重 因为我感觉都说嘛 一个男人如果喜欢你 就会像对待女儿一样宠着你 难道我做的有错吗 你还觉得委屈呢是吗 对啊他就应该宠着我呀 以前都可以 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呢 我们都在一起三年了 为什么他说分开就分开呀 为什么呀 我天天压力这么大 先给他擦眼泪去 别了 来来来我们听着特别乐呵啊 实际在这份乐呵的背后 你细想起来挺替这对年轻人难受的 你喜欢他吗 我是喜欢他 你喜欢他吗姑娘 不哭 喜欢 你想嫁给他吗 想 哦你想娶他吗 曾经想现在不敢了哈 我曾经想 我确实想 当初他跟我在一块 我就是为了想娶他 哦 现在呢 我不想了 我的天哪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还真没想到你会哭了 因为毕竟三年了吗 他什么都宠着我 今天突然之后要分手 哦 你看他要工作 你不让他去 以死相逼 他要去哪里出差 你要挽着他的手 黏着他 你刚才说 你刚才说 难道男人不应该像宠女儿一样宠自己的女人吗 不应该 男女之间是平等的 在爱情中 只是我们有时候会是不同的角色 有时候我爱我的女人像 爱女儿一样 有时候爱我的女人像爱妈妈一样 有时候爱我的女人像情人一样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关系 你只固定为像对女儿一样的付出 那最后受伤的就是你 因为你找的不是爸爸呀 小伙子 其实我觉得在爱情当中都不要伪装 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你是一个就愿意和女朋友平等的分享感受 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 也希望女朋友能独立 你就做那个自己啊 你装不来的 所以现在累了 累了你当初别宠着他呀 你当初给他讲这个道理啊 咱们要彼此独立啊 那个你要这个有自己的空间 我也有我自己的理想事业的追求 我不能天天陪着你 所以今天眼下的状况 你也负很大的责任 所以既然找了这样一个女人 你要陪他一起成长 让他不会被冠成一个小公主 所以你也有失误的地方 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刚才那么肯定的 那么坚决的说 我要和你分手 但我不觉得你心里对他没有爱了 没有感情了 也是因为自己力不从心啊 力不从心就从心啊 你有多大能力就对他多好 你有多大的本事就给他怎样的爱 去做自己 也许你们的爱还能继续下去 再装下去 离分手就不远了 你觉得你跟他能结婚吗 只要相爱就能吗 那请问他爱你什么呢 你破坏他的前途 我有他好的优势 你稍等 我问你 他爱你什么 不是你有什么优势 你可能家庭条件比他好 你跟他长得比他好 这是所谓叫你的优势 人不爱 你家里人对他态度不好 他会开心吗 当他有自己选择 去选择自己工作的时候 你有没有支持他 没有 你搅黄了他自己的事 你有没有照顾他他的尊严 当你居然用一种 极其过分的手段 在报复他 和一个男孩 单独在房间里 在外地 他是怀着如何的心情 找到 你有没有想到他的尊严 你一次又一次的 破坏这个人的底线 请问他爱你什么 他今天能在你面前说出 要分手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 本身一个很好的恋情 不错的男人 对你很包容 结果你呢 逼着他说要分手 你真正爱他的话 尊重他是最起码 让他自己闯荡 给他支持 理解他 不要一味的索要 明白了吗 男生呢 憋了很久 可以发现一下 但我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 真要分手 你就是想给他一个警醒 其实你说的可能是违心的话 你们可能还有未来 但是你必须要对这个女人说 请给我尊严 请给我空间 我们是平等的 当初可能是因为追你的时候 谁没有过甜言蜜语 那千万不能迷失了自己 所以男生做出你的选择 女孩 甭管他如何选择 你是错了 你要知道今后怎么样 如何去爱一个人 不一定是他 但是要知道如何去爱 好吗 就这样